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封少 我确定大妖就在这个方向 只是不知为何追到这里 气息就消失了 我什么都感知不到 没事 你不用紧张 我也觉得这城有股说不出的古怪 总之先找城主问问情况吧 在下飞沙城城主汪雅芝有失远赢了 你接到大秦的消息我就赶来了 只是没想到几位来得这么快 先进城吧 小心 有妖气 住手 小心 有妖气 住手 秦枫 你怎么 孩子不懂事 这位大人 你有什么冲我来 娘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了 没事 又一只羊 大人 恐怕飞沙城里 不止这两只小羊 什么 您看 那是我邻居 他怎么了 好像是孩子撞到了什么大人物啊 这下可贪上麻烦了 汪城主 你最好解释一下 飞沙城里这些妖怪的来路 还有他们怎么会跟百姓共处 我说 我说 是因为妖族内部几个大妖争权 导致族内动荡不安 许多小妖才纷纷混入人界求生 我看这些妖怪可怜 又对百姓没有恶意 才容纳了他们 这些天来 他们从未在城中惹事 却没想到会冲撞风少 看百姓们对这些妖怪习惯的态度 这些妖确实毫无威胁 只是城主收留这么多妖怪 真的只是好心 风少 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不如今晚我来好好款待各位 就当是赔罪了 好啊 风少 我敬你一杯 算是对白天的赔罪 只是个意外而已 汪城主不必太在意 大清之前只通知了风少要来 不知道风少此行是为了什么 其实几天前 我的属下探查到一股强大的妖气 入侵大秦 妖气来源就在飞沙城 什么 大 大妖 汪城主别怕 要是有大妖出没 飞沙城早就适横变眼了 大概是我属下弄错了 至于那股妖气 或许是那些城中小妖怪的气息 凝聚在一起 秦峰 你怎么 身体怎么突然没力气了 这种感觉是毒 去骨气息是大妖